内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 X20 全面屏手机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帕皮奖 一个极美猫 才华余生的女子 对我的语速就是这么快 但是今天为了照顾大家 我会放慢我的速度 今天呢 现场来了很多 我非常喜爱的嘉宾 比如说主持人 华少 对不起 对不起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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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向着你的 嘉宾 嘉宾 刚才我是好好介绍你的 错错错错 我冲你来 冲你来 冲你来 我是传媒大学的老师 对对对 你是中系的同学 我冲你来 冲你来 咱们兄弟院校 我冲你来 我冲你来 憋死了 今天现场来了很多 我非常喜欢的嘉宾 比如说不是这个节目的 主持人 华少 人称中国好舌头 深受广告商的喜爱 但华少呢 念广告效果确实是特别的好 每次一念完 不记得广告 只记得华少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每次华少一念完 啊 好厉害 念的什么呀 不知道啊 最近呢 我和郑英俊一起合作 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110 电影11012月29日全国上映 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脱家带口 到电影院去支持 谢谢大家 好 好 拍电影的时候呢 我特别的紧张 就你们想一想啊 镜头后边是陈可欣 身边是吴君如 沈腾 张艺就这个压力 你可想而知 张英俊 人非常的好 主动过来安慰我 帕平 别紧张 不就拍个电影而已吗 你看我紧张吗 我一听 这不废话吗 你跟我能比吗 你只是一个群演 而我可是一个正规的配角 就自从我火了之后啊 网上就有很多人就在视频里边开始模仿我精神分裂的风格 但是这些人里边只有一位模仿的是最到位的 因为别人都只是在视频里边分裂 只有叶璇直接在生活中分裂 刚才她说 她也是一个极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 但这个我不同意啊 她那哪是一个女子啊 她那好多个女子呢 是吧 又要分裂出一个有美貌的 又要分裂出来一个有才华的 就她一个人就是一整个女团 就叶璇老师们呀 平时生活 就叶璇老师们呀 平时生活非常低调 出行的时候比较喜欢坐地铁 然后同时呢 还非常的富有正义感 就比如说前两天吧 她在坐地铁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张绍刚老师 她二话不说 伸出腿就伴了张绍刚老师一脚 也不知道后来张老师到底怎么样了 哎 就没说医术很发达嘛 就今天现场 其实所有人 我都可以不叫老师 只有接下来的这一位 我一见到他 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叫他老师 刘谦老师 因为他的造型 总是让我想到我的发型总监 托尼老师 开门老师 刘谦老师 怎么说呢 就我觉得吧 其实刘谦老师的职业啊 跟发型师确实是挺像的 就一开始都先拿一块布 对吧 然后手开始在那忙活 忙活完 布一先 见证奇迹的时刻 其实刘谦老师刚才在后台 一直在跟张绍俊聊天 就是想把这个先进的烫发技术 给带回报道台了 就是你们呀 就可以去网上搜这个刘谦老师的照片 基本上都这样了 我觉得这应该是他早年工作的时候 留下的职业习惯 小姐要不要看魔术 不看的话要不要减饭 现在创五百算五百啊 小姐姐是谁的 李旦 作家 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大家都知道宇宙超路指南 他见到一个人就送一本书 见到一个人就送一本书 你说你今天见到我 送我一本书 见到华少 送一本书 那你见到叶璇 你得送多少本书啊 就我来扑导大会啊 压根就没有想说 我要做一个主咖 就毕竟是一个新人 还是心虚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嘉宾队 我不做主咖 谁还能做主咖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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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大学挺好的 刚才大家都提到了 就是我让逻辑思维给撤资了 但其实呢 逻辑思维并不是只撤出了我们这一家 他是把他们所有的投资项目都给撤了 因为呀 他们在投了那么多的项目之后 突然有一天发现 哎不对呀 我们逻辑思维是做内容的呀 我们不应该去做投资啊 所以这事要怪 就要怪他们自己缺乏逻辑思维 我本人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 像我当初拍视频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不工作 结果我现在 又要拍视频 又要拍电影 还要来吐槽大会 就搞得我很分身乏术 那说到这个分身呀 哎哎哎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说叶璇 不是的 叶璇那个就属于天赋一饼 就咱们一般人也学不了 对吧 但是 咱们可以请教一下 比如说像刘恬老师 是如何做到 一边做魔术时 一边做发型时 是吧 也可以问一下这个张绍刚老师 是如何一边主持 一边主管 不怪你 不怪你 是 你在替王建国背光 不怪你 对对对 是 我继续了 那个建国就麻烦你了 我就接着说了 说到主拐了 不用理他们 不用理他们 咱们是中系毕业的同学 不用理他们 没错 我是传媒大学的老师 支持中系的同学 谢谢老师 没事啊老师 我们老师以前也主我拐的 就 老师 老师你看着啊 算了 算了 你这个冤孽 我继续了啊 就我觉得自己的视频 就之所以被大家所喜欢 其实因为它就像 就咱们身边朋友圈一样 说的都是普通人身边的事情 那后来呢 我成立了PuppyTube 就是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人 有机会用视频的方式 来展示自己生活的美好 就好像我给我的母校 捐款了两千万 好好好 好好好 两千万呀 能在刘谦老师的店里 办多少张卡呀 五百四五百 但其实我这样做呢 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 获得更好的机会 为自己的生命 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我也希望每一个普通人 都可以像我一样 找到最能让自己 开心的可能性 成为一个极平凡 与不凡 与不凡 与一身的人 谢谢大家 我是Puppy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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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